为什么绣球花会出现这种黄叶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缺素了 引起缺素的原因 最直接的就是土氧酸碱度不够 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 大家给它各种营养的补 它不一定能正常的吸收 原因就是这个土氧的酸碱度不够 导致它的根系没办法正常吸收营养 所以说你给它补什么 它都无法正常吸收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调节一下土氧的酸碱度就可以了 用这种喜酸植物型营养液 每次浇水给它用一点 既可以调节土氧的酸碱度 让它的胃口大开 让它的根系更容易吸收营养 又可以补充营养成分 一举两得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绣球花的叶片才会慢慢的变绿 花才会开得更加漂亮 不然的话像这种状态 开出来的花品质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大家家里面 不管是养绣球花也好 杜鹃花也好 月季茶花三角梅也好 都要适当的给它补酸 不然的话呢 你给它施再多的肥 浇再多的水 它也无法正常吸收 好了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